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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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藏了很多 这是疫情间另外一个收获 所以这些艺术家们自己本身 我发现有很多艺术家他在疫情期间也看到了所谓的人性 也看到了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疫情 卫生 公共卫生的议题 还有人与人之间接触的议题 所以其实 我觉得有时候艺术家他们就是用艺术作品去表示 表现出他对于当代这个议题或者这个环境的想法 对 因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品一定要有时代性和被讨论性 那像这几年的疫情间所有人的作品其实他们都会跟疫情有一些观念 所以你看到他的作品其实你可以去懂 懂他们的闷 然后懂得他们的希望 每一个人在期待什么 我们都期待希望 阳光赶快过来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那还好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让艺术家 让艺术在这段时间 并不是完全的沉寂 我们还是有非常 比较小小澎湃活动的市场 这是疫情间 唯一小小的收获 其实在疫情这当中 沐芬姐还做了一件我觉得蛮厉害的事情 你跑到新加坡去 是的 因为那时候是采迷艺术 他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 他受到他们的邀请去那边帮李光玉 我想喜欢艺术朋友应该都知道他 李光玉大师在滨海湾花园办了一个国际的展览 各展 那当时呢 他那个各展在当地算是相当轰动 可是因为疫情并没有国外的人来 那没想到呢 他们李显龙当时的总理呢 他亲自到现场去 他那一天看的 其实并不是要来看李光玉老师的作品 他那天是要看一个美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那进去是应该向左转 结果没想到 正前方就是我们李光玉老师大师的作品 一个叫思维 Thinker 那他看到之后呢 他就往右边走了 他把李光玉老师的作品全部浏览一遍完 当天晚上真的很感动 李总理呢 在他的脸书上面 他留下了说 我今天到滨海湾花园 我看到的台湾艺术家 我想长时间在注意新加坡人知道说 台湾两个字 其实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中共这些年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其实很少提到 我这样讲中共好像不太好 中国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台湾在那边比较被弱化 所以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是很振奋的 也很感动的 尤其是由总理来说出来 在他的脸书上写 所以当时大家都一直在翻船 那当时他采明的董事长 就非常的有智慧 他就希望说 请台商会 能够把这一件作品 直接捐给新加坡政府 由在他们永久典长 就这样的思维呢 这样的作品的思维 跟他董事长思维正好不谋而合 那台商会也支持台湾 也是很感动的 这件案子就成功了 那时候疫情间 他们采明他们也不可能出来那么多人 所以我就受委托的重任 我们去新加坡完成了这个 应该是说外交史上 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想我们台湾在新加坡这么荣耀 当天可以各大报的头条 都是我们台湾艺术家李光玉 由他们部长唐正辉亲自揭牌 那是感动的一幕 如果各位好朋友 有机会到滨海万花园 你还看得到这件作品 他们是永久典长在那里 嗯 ok 等于就是让很多人也许曾经去过新加坡的朋友 也许还可以再去一次 因为疫情当中要出国非常的麻烦 那现在其实大家出国的意愿相当高 那如果有到新加坡旅游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可以到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去浏览一下 去外边逛一逛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听说这个作品现在目前是放在 它的正盟子 正盟子 非常明显的地方 非常明显 而且我去的时候 我去其实只有三天还是四天 我回来关了十八天 那时候还是要 十加七 十加七 当天还不算 所以加起来是十八天 所以其实当时你也是要下定很大的决心 要被关很久 十八天 然后都不能出来 可是我觉得那个内心是喜悦的 喜乐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今年再去新加坡的时候 看见那些作品的时候 其实真的讲真的是 内心很澎湃 很澎湃 然后去的人每个都很感动 我想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对 那其实李光玉老师 他在当地也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有 那他其实也有讲到说 因为当时还是疫情相当严重的时候 其实他说其实疫情 反而是影响他的人生观 那他也是看到这样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他包含其实还有战争的问题 所以他都从他的作品 还有水灾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珍惜生命的议题 人与人之间的互爱 互助的精神 要把它表现出来 对 相当不简单 他的作品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 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的律动 他本身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台语大雕塑系 然后他最有趣的 我是觉得他最早是学水墨 后来呢 他学雕塑 雕塑最后要离开学校的时候 他就学了舞蹈 他学舞蹈 对 所以说他的作品 你看他的音乐的律动 人体的律动是非常强的 最后他到西班牙去 去在进修的时候 他在那边又开始学佛 学禅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作品 其实融入了非常多的哲学 非常多的人生 对于战争 对于整个大自然 包括人类的和平 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期许 如果您去过国家美术馆 台中的国立美术馆 一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拖着塞的您 那就是他的作品 我想李冠宇老师 绝对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但是像李冠宇老师 这样的艺术家 台湾非常的多 也需要我们大家去尊重 去欣赏 去发掘 真的 那我觉得台湾艺术家 真的是了不起 那刚刚我们 有其实有谈到说 其实新加坡 也有很多当代艺术家 那是慕芬姐 也要跟大家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 新加坡当代的艺术家 叫做黄奕慧老师 而且黄奕慧老师 跟台湾渊源很深 他跟台湾的渊源很深 他其实他之前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非常的红 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在新加坡 在台湾都是红透半边天 在国际上有知名度 那当时他跟我们台湾的 一位女作家三毛 有非常好的私人的情谊 那他会让我觉得很特殊的是 他跟三毛两个人 曾经骑摩托车去过蓝宇 蓝宇 对蓝宇 所以他回新加坡的时候 画了一张蓝宇 是由他们的国家美术馆收藏 那一张是一个墨绿色的蓝宇 非常的美 那三十年后 我邀请他来台湾展览 他又画了一张又是蓝宇 但是他是白色灰色的底 非常的动人 你一看 你马上那个震撼会告诉你 他是蓝宇 他是我们的台湾 那这张蓝宇的感动是哪里 我是觉得那就是我们台湾的软实力 他来台湾三十年后 之间没有再来过 也没有再去过蓝宇 为什么他可以画出这一张来 就是那个印象 当然他也许有当时的情绪感情 但是他可以再画出 一模一样 让你看到会动容的艺术品 这就是我们台湾 最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那黄一卫老师 他本身是学理工的 那也很特殊 那他考上了公务员 之后呢 他在东海岸管那边的花草树木 管不到一年呢 他觉得他不受这样的制约 因为新加坡的公务员薪水很高 当时新加坡政府要送他去澳洲 澳洲栽培他 他也拒绝了 他就尊重自己 来做他的艺术家 那当然他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我想我私下个人或者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他作品是发自他内在的一种人文的精神 那为什么这样要特别在讲他 我们李光宇老师 包括我们台湾艺术家 去到新加坡 他是非常的热忱 那他到台湾来跟台湾的互动也非常好 今年初的时候台中市政府呢 也特别邀请黄一卫老师 来做一个展览在港区艺术中心 当天的新加坡报纸也是头条 特别介绍我们台湾台中的美术馆 其实这一些我们都看到说 双方我们在私下的人文文化艺术上面的交流 相当多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软食用 台湾可以站在世界上大声喊说我是台湾人 我觉得这个艺术是绝对没有裹结的 艺术也不应该牵扯上真的 的确啦 所以我非常的觉得说 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我们台湾的艺术 那这一次呢我也很感谢快乐电台 有这样给我这个机会 那在雅元堂这地方 能够同时两位国际大师来办展览 雅元堂是新设一个后花园 那在新设的后花园 你一定不可无法想象 一个董事长 他可以在他的地方赤字数千万 就为了让台湾艺术家作品 进驻在他的园区 那李光宁老师更是慎重 亲自来了好多趟 李光宁老师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他非常随性 他包括国美馆的展览 他都不见得亲自去看 真的 很随性 那已经是变成是社会化的事情 他专心他的工作 可是他在这地方 他看到他挑的思维 他就觉得雅元堂的董事长 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就去看了 所以他还建议他在他的食堂 他是一个莲花池上面 放了一个空行 空行 空行也是他的作品 他是一个从佛学的佛家的管道 就是佛家你要往上升的最基础 其实从空行开始 完全的放空 所以他那个地方变得 让我会觉得说 我愿意再花心力 心思来做这个宣传的时候 是他们每一个都让我很感动 那议会老师呢 以他的身份 他的身价 他根本不会在台湾这些小场地做展览 可是 当我们跟他说的时候 他们亲自过来 而且呢 他当时去年十月份吧 他还带了他们新加坡 几家媒体的总编辑过来 他亲自看了场地 当场他就说OK没问题 那包括我们的十月二十九号 有一个全国青春音乐祭 还有年底的新著名新闻 他都捐了画给我们一脉 那我觉得说这样的情谊 真的是我们台湾最值得尊重的好朋友 对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流 像有艺术 艺术家心心相喜 跟互相之间的那种友谊 有时候那种一拍即合的感觉很妙 非常非常妙 所以你看他们的展览可以从新加坡延续到台湾 然后这样子两个陌生人 在他要上 那个黄英卫老师送 宋那个李冠恩老师上飞机的时候 我突然问他说你是几年次的 然后两个突然说 我两个是同年同夜同日生 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对 这种机会太少了 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也很少遇到 跟我同年同夜同日生 对然后两个还说 那你是几点 我是几点 最后是发现说 好像是李冠恩老师比他早了两个钟头 他说很吃亏 还是得叫他大哥 没错 我们台湾就是大哥 因为在新加坡 因为每个国家他们的民俗风情不大一样 我们台湾的艺术家李光宇老师 也有到新加坡去接受媒体的访问 听说黄一慧老师也有大力帮忙 是的 因为在他们当地呢 其实对台湾的认识跟交流 当然是过去的感情非常好 那这些年可能一些疫情 或什么有一些隔阂 所以当他在展览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媒体的曝光 但是媒体的曝光 它毕竟不是在我们台湾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因为黄一慧老师在新加坡 他专栏写了16年 他又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所以他在新加坡的所有的媒体 大力的支持 同时呢 很难得的 我想台湾这么多年 大概是第一位 李光玉老师 他们做了一个七分钟的专访 在他们的电视台播出 你们在网络上 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你只要打新加坡电视 新加坡李光玉 就会看到 YouTube可以看到他的台湾 专访就对了 专访就对了 非常非常 就是七分钟 完全是他一个人 在台湾跟新加坡的作品 跟他个人的创作的理念 我想这样的自由的态度 这样子人文的思维 也只有从出生在台湾 脚踏在台湾土地上的人 才能感受到这种自由 这种大爱 嗯 而且李光玉老师 他本身也是高雄人 哈哈哈哈 你是高雄人 你是高雄人 他出生在内围 真的 对非常了不起 也是 所以其实我们 台湾很多在地的艺术家 也许 也许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展 那杨姐也是今天查资料 才发现说 哇他出生在高雄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那 其实 这种艺术家们 他们 有时候创作当中 他们都会 激发不同的能量 那 我觉得 有时候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 有种心心相喜的感觉 对没错 他们就是 友情相当好 友情相当好 嗯 而且很有趣的 李光宇老师不喝酒 然后 黄宇老师是 午酒不欢 哈哈哈哈 然后一位是 呃 李光宇老师呢 他是 修佛习佛 嗯 而且呢 不喝酒做其正常 那义惠老师正好相反 哈哈哈 每天下午打篮球 晚上喝酒 早上做话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还可以非常相处得很好 真的是 我想 就是艺术 还有这个 呃 所有的语言 他们都可以 没有繁离 没有任何的界限的沟通 因为两个之间兴趣也不一样 对 兴趣也不一样 作息时间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相同的应该就是艺术魂 对 艺术魂的交流 他们 他们这几个人到了那个 嗯 雅元堂的时候 包括 新加坡他们的电视 他们的 呃媒体只有一个 嗯 他都在同一栋楼里面 但是都是国家的 嗯 他只叫联合早报 联合晚报 其实都是同一个 嗯 他们来了好几个总编辑到 雅元堂 他们一样的就是 因为喜欢这个地方的人文 然后也很震撼 呃 当时这个董事长的魄力 那所以呢 我就觉得所有的 因缘呢 也只有文化 嗯 也只有艺术 他是没有范围 没有国间 对完全没有国间 随时可以 开心的去陈述你内心想什么 嗯 不管你是任何一个颜色的党派 你在你的画作上面 看不出来 只看到我们的快乐 嗯 只看到我们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最 让人感动的地方 嗯 黄英辉老师他的专长是在 油画 油画 油画的部分 抽象画 那他当然他也有雕塑品 他在 呃 新加坡政府好像是25周年的时候 嗯 当时是苹果电脑跟他 订购了一件 呃 公共艺术的东西 也是雕塑 在李显龙他们家隔壁的公园 嗯 捐赠给新加坡政府 嗯 他的雕塑作品在 呃 他们现在的文化部 正门口的那一件 也是他的作品 哦 OK 好 时间关系让电台先进个广告 等会呢 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访问 我们华为艺术新闻总监 也是我们的创办人 穆芬姐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阿公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 不能太快从这里走 太危险了 知道啦 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 下次再通过 阿公啊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老公 小心 好 好 我一定要摔摩 是啊 物理让行人汇罚1200到3600元 路口慢看停 行人优先行 快乐连波网提醒您 注意用路的安全 我今天收到国民已经保险肥交款团 今天直接减免一半耶 哦 我知道啦 这是政府为了疫情以后 家庭教育国保比保险人 推出的保险肥加码保证 1112年4月到12月份的国保保险肥 在1114年10月31号进行交流 就会有政府保证保险肥 百分之五十个油肥喔 哦 这样我没办法上去立 可以现身一半 他最后是由劳动部六甲保险局提供 我是检测官 你涉嫌洗钱 我要监管你的账户 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我会违反侦察不公开 你会将收拾哦 别再骗啦 近似检测官不爱我的账号 也不派人来收钱 我要卡住165查证 也要卡住110保险 这是检测局 你的检测卡供投用了 我来对责你的资料哦 别再骗啦 要在口租和密码 这都是在骗的 要卡住165查证 要卡住165查证 唱记照片嬷嬷市 千万五通红片去哦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华为艺术新闻总监 也是创办人赖木芬 木芬姐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到的就是艺术的能量 艺术五国界 那当然艺术也是充满了韧性 以及无限的延伸 刚刚在跟木芬姐在聊 包含就是我们的那个李老师 李光玉老师 他自己本身有一个作品叫太极 那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 朱铭大师他也有太极 对 朱铭大师的是饱满的 对 他的太极是 就是一个饱满圆融的太极 他是用切割的状态 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立体的雕塑 但是李光玉老师的太极 他就是一个异象的 一个很哲学概念 他是片状的 片状的 他就是用他的人体的线条 从他的人体线条 你可以看到世界 你可以从他的这个 这个作品 你可以看到人世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 类似我的感觉 像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觉得好像看到3D空间一样 这样的作品 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的环境 他的学习 你看他学了雕塑 他水墨 包括最后学了舞蹈 这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却在他的作品里面 他的艺术品里面 做了非常多的呈现 那他的 他的口条 他的文笔都非常的好 但是平常其实他不是那么爱讲话的人 但是只有碰到他的艺术 都是每个人都侃侃而谈 像世界上很多有钱人 有钱人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生活 跟让你的人生有不同的一个样貌的展现 那如果说 刚刚跟穆芬姐聊 如果说今天一个有钱人 他想要收藏艺术教的作品很简单嘛 那就有个空间 就把它收藏 就摆在家里面自己欣赏 那 反而这个雅元堂这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人文艺术空间 你一个人文艺术空间 你就是必须得要管理 得要经营 得要维护等等的 所以就算 所以我觉得我蛮好奇的雅元堂 他本身 他的董事长 他自己怎么会想说 要弄一个这个人文艺术空间 自己欣赏不是也很不错吗 对啊 但是因为他那一块地 是他们父母亲留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有一个传承的使命感 那他当时早年也移民到加拿大去 后来父母亲生病 他就全部又回到台湾 他把这块地呢 用很绿建筑的概念 然后呢 他把所有的50年的大树的保存 用所有最天然的方法保存下来 那他把这些都完成了之后呢 他总觉得他还劝缺了什么 他里面也常常办固定的展览 他有一天看到李光宜老师的作品 他真的是大为惊艳 他就跟我说 我说我可以带你去他美术馆看看 就去美术馆看完之后 他就邀了李老师 李老师是很难得会下山的 他特别来看了 看了之后 他一共是典藏了他八件作品 就放在雅元堂里面 他中间有一个很美的莲花池 他的莲花池四季开花 他的水源是天然的泉水 所以他们雅元堂里面用的水 都是从泉水里面在过滤的 是很美的 很甘甜 对 那你如果有 可以上他们网站去看 他在莲花池上面就一个空行 空行 对 空行这也是李老师的作品 正门进去是思维 跟滨海湾花园一样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滨海湾花园看 你可以到雅元堂来看 所以两个作品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因为同雕的雕件 在国际上认可的是 他有一个建树的成员 所以相同的东西 他是一样的意义 OK 那他就在这样的呈现里面 我问过他好几次 我说你花那么多钱的投资 是为什么 为什么 那当然了 新色我想很多人也知道 新色那地方 很优美 很优美 那也有一家 有某一家电子公司 他的 他那边有收藏了 炎田千春的作品 但是会这样子大破例的 全部用本土艺术家的作品的 只有雅元堂 所以他不止李光宇老师 他有很多台湾艺术家 对 他自己本人也收藏了很多 那这段时间 他是固定 一季一季都有新的展览 都有不同的艺术家的展览 展览 对 那这一次这一季正好就是 李光宇老师 和黄一辉老师 那正好 大师级 两位大师级的 也很受他的感动 在这个地方办展 那 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他们 他们在9月29号 也会有一个开幕式 那如果说有空的朋友 在这一段期间 支持他们 随时可以去看看这边的画作 你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 除了他的环境 除了他的美之外 他那边还有 台湾的台湾的茶 很多老茶都值得你去品一品 但是你去的时候 可能要麻烦你 可能要先预约一下 而且他这边是不收门票的 可是要先预约啦 你不要说自己突然跑去 对 他礼拜一休息 那我问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收门票 他跟我说 我门票在怎么收呢 也补不回这个费用 那我觉得 与其这样 我不如开放给 分享给所有 喜欢艺术的人 让大家看看 艺术家 他的心胸 他的修为是什么 那每一个人来的人 都是赞不绝口 赞不绝口 对 他是把新色的特色 跟艺术家的特色 融合在一起 而且这边 也可以吃点东西 对 他有一些餐 但是你都要先 先预约 有咖啡 有茶 都非常非常的 非常棒的 那黄一慧老师 他也承诺 十月份会再来台湾 也希望他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你们这边 看看你们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我们的荣幸 因为我觉得 这些艺术大师们 他们自己本身 对于当代当中有很多 我觉得 像刚刚在跟穆芬姐在聊 台湾的艺术 为什么那么棒 因为台湾的开放 台湾的多元 台湾的不受拘束 自由 非常的自由 你就是自由的去创作 所以我觉得 艺术家们 他是没有任何空间的限制 完全正确的 你知道艺术家像 我是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但是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是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守秩序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艺术就是绝对没有我们的澎湃 但是他们艺术的远见 我们不得不说 他们是比我们有远见 因为他们银行区是 罗列了全世界最top的雕塑 我想很多人都会去银行去看 他们大概有将近20件 当时他们可能就花两亿台币 现在都已经20亿了 那是非常美的地方 但是台湾是不同 台湾的艺术家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没有给你一个约束 没有制约 你可以用各种媒材 你就算摄影业可以跟你的媒体 可以融合在一起 呈现一部作品 交材 包括七画 这些在国际上不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 我觉得在台湾非常澎湃 是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从里面做出 他不再是工艺性的作品 那甚至我们在高雄 也有一位艺朗 我觉得我也很敬佩他 他在越南 他也是签了一批艺术家 他只做七画 七画 对 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一个 可以看出台湾的精神 然后这些七画来到台湾 又把台湾的七画融合进去 那所以台湾的艺术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不管是木雕 你的压克力 你的油画 你的水彩什么的 通通都受到尊重 而且呢 都可以要上国际 那我们不会只局限于说 一定是本土的艺术家 或者说早期的艺术家 当然早期艺术家 我们一定要尊重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青创 青年艺术家 还有这些传承的精神 都一一在我们眼前呈现 我们怎么去支持他 我常常在讲 日本跟韩国能够今天站在 经济上不受到任何的波动 他们是用文创 战胜的经济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创绝对不属于他们 当然 我们的艺术家更是 所以我们在关心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停下脚步 看一看我们的艺术 看看我们的美 艺术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我们生活周遭就都是很美的事物 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艺术 杨姐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常在聊 其实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中无时无刻都有艺术的能量存在 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珍惜台湾的艺术家 那当然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 我们都要支持跟去欣赏 来沐芬姐最后一分钟跟大家做一下补充 谢谢大家 隔了这么久来 这边跟大家见面 尤其见到我们这位帅哥 更是让我感动 但是非常的激动 他越来越年轻 我是越来越迈向岁月 那最重要的是今天是要邀请各位好朋友们 你们有时间从高雄到新社到雅元堂 来看我们李光玉老师的展览 还有黄玉慧老师的展览 这是很难得两位大师同步展出 那9月29号是他们的开幕式 他们有一个很美的晚会 你绝对想不到的星空 你绝对想不到在星空中 我们怎么样来欣赏画作 当天我会在现场为各位做导览 欢迎你们 我们也没有收门票 如果要用餐你就先跟他们订餐 非常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有听说那个李光玉老师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的博物馆还不开放 对对对 他本身的在系纸有一个个人的美术馆 但是他没有对外开放 不开放 所以你现在要看最多的艺术品 可能就在这里 在台中 在台中的后花园新社 欢迎你们 对好 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华为艺术新闻总监 也是创办人赖木芬 木芬姐来到杨姐的节目了 谢谢木芬姐 谢谢 谢谢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杨姐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